在支持者促勇下 国民党南投县长候选人 许淑华献身 国庆乡联合竞选总部成立现场 许淑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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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与支持者手牵手高喊口号 南投县长林明珍也献身力挺许淑华 但前县长李朝青贪污跟二审判决 被判81罪 总刑期相加起来400年 成为在地热议话题 也遭绿营抨击 许淑华首度对外回应 面对前县长贪污议题 许淑华终于回应 要对手阵营别随意连结 上台致辞时还说 自己遭到放大见识 你参加的时候 我们都说到不是黑党 就是十二不少的这些黑人 但是参加的时候 你回归平常就是你 我们的乡亲就变好人了 而蔡培会强调并非随意将李朝青事件和许淑华连结 李朝青爱红史上最贪 是否冲击蓝营在南投选情 选民心中自由定论 在这里就有无关于云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